人迹罕至 整株的珍稀树木却被丢弃路边 环境被破坏 生物多样性绝对被破坏 警方追踪 取证却异常艰难 什么人在铤而走险 百年古树最终又得到了怎样的救护 古树被盗之谜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山林之中 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但是公安民警仍在坚持行进 民警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稀有植物 查看它们是否平安 这种珍贵树种就是黄阳树 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贵州 湖北 四川 重庆等多地 而在重庆 则重点分布在乌西境内 黄阳树这种树木 它一般在海拔一千二百米以上 因为那个高海拔的那个上面 它的很多的树木不一定能够称活 那么它对当地的生态的保护是非常远 黄阳树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一般需要五六百年时间才能成材 俗称千年矮 因此人们常说千年难长黄阳木 黄阳树是一种稀有珍贵的树种 保护它们的安全不仅具有环境价值 对当地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也十分重要 因为黄阳树在本地也不是很多 如果说长期的才华 有可能操作我们本地黄阳树种有绝技的威胁 你要是那种浪乏烂砍太多的话 刮风下雨它就会产生落石或者是碎石 我们这边都是山林 但是尽管当地的人们在加强保护 可盗采盗罚的案件还是时有发生 您好 喂 您好 我是那个云林县的长江村佛女儿 我看到有人在那个王淮沙 2021年12月9日街道报警后 民警火速赶到距离乌西县城 六十多公里外的榆林乡长岗村小和平 这里位置偏远 除了护林园 一般很少有其他人到来 到现场看到这之后 就是整株的黄阳墓被采花了 民警发现 居然有13颗黄阳墓 均被连根拔起 遗弃在了悬崖边上 现状触目惊心 黄阳墓色泽黄润温厚 质地坚韧细腻 颇似象牙 是传统雕刻工艺的上等材料 有墓中象牙之称 如果是为了制作黄阳木雕 盗法者一般不会整株挖走 而留在现场的13颗黄阳树 均为整颗 并包裹整齐 显然不是为了做木雕制品 那么对方这样做 又是为什么呢 都是牛牛了的 并且牛又吐球 树枝树叶全部都在 从现场遗留的痕迹来看 这13颗黄阳树的树枝 均用绳子收拢 树根上的土壤 都用编织袋包裹了起来 很专利 树木的根要留多少 要留多少土 树枝要怎么收拢 并且在台的过程中 还不能损伤树枝 从现场来看 这些被倒伐的黄阳树 下一步去向 极有可能是被转卖给 非法买家进行移栽 它的买家就是喜欢 全冠的 枕竹的 树根 太阳流长一点 太阳流土丘 是边于好移植 移植后能够成功率更高 自然环境中 黄阳树数量十分稀少 又因为黄阳树枝条柔软 既能单株成井 又可组合造型 具有景观树木的属性 利益驱使之下 就有很多人偷偷打起了黄阳树的主意 因为那个作为景观的话 那个树必须是活的 在后期它会长出它的形态 才会达到一种美观的一个效果 就纯粹就是为了获利了 它也不会管你的生态怎么怎么样 它只管自己的钱包满了 满不满 黄阳树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 多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以及1200到2500米的高海拔地区 没有经验的人 在丛林之中很难识别 并找到它们 如果说不用绳子 把人物固定或树木固定 树挖下之后 它就会掉到山下下面去 人在操作的过程中 也容易往山下上掉 此外 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 目前有黄阳树生长的林区 基本上都已被划定为 国有林或者村舍林 明令禁止采挖和采阀 然而 眼前这些被遗弃的黄阳树 就在一个国有林场内 那么 究竟是什么人在明知故犯呢 一树黄阳木 从采挖到云下山 不到一万 它卖出去 可能两万到三万 什么放的放 就是利润放的放 就到在利润面前 和利润面前 我们就推断 只有可能是脱胎后销售 这十三棵黄阳树 距离它们生长的林区 至少有十多公里 山高林密 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一个人是不可能把那个热血树全部运下来的 陡峭的那个悬崖上面挖下来 然后再运输到很远几公里 或者是十公里的地方去 应该是走山上 这些黄阳树是怎么被运到这里的 民警分析 盗伐团伙极有可能会雇佣帮手 一棵全棺的黄阳树 树高可达两至三米左右 保留根部的土壤 整株采挖下来 一般重量会在一百多公斤以上 需要五六个人相互配合才能搬运 然而在国有林场内 除了日常巡视的护林员之外 平时很少有陌生人进入林区 那么盗伐者究竟会是些什么人呢 报告人说 每天就发现有人在山顶活动 他就去看 他们搬运黄阳树人之后 发现了有护林员来了 就把黄阳树丢去了 就像是这五年小路跑了 如果黄阳树的直径能达到17公分 则至少需要生长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眼前这13棵直径为10公分的黄阳树 则需要50年以上的生长时间 第一感觉就是很通心吧 就是那个森林资源被破坏 环境被破坏 生物多样性结构被破坏 一长了这么多年 觉得很可惜 由于黄阳树生长在高海拔地区 环境封闭 不懂得其生长齐性 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是不可能实施稻采的 否则即使黄阳树到手 也无法移栽成活 不像是附近的村民为了好看 挖一树 就看一看多人这不在一起 很像有专利性的团伙性的在倒挖 如果是团伙作案 从踩点找树到实施稻采 再到运出领区 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可面对人际罕至的山林 又去哪里寻找对方的蛛丝马迹呢 像浪发周围的群众 了解挖树人的线索 然而 即使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人家 也有十多公里山路 山区少有人出现 周边又没有视频设备 仅靠走访群众 真的能有所收获吗 有发现 我挖树人就是群林单地人 在民警走访的过程中 一名住在山林路口附近的村民表示 曾在2021年12月8日下午6点左右 看到路口停了一辆红色的大货车 因为这里很少有大型车辆出现 因此自己便多留意了一下 果然 民警调查确认 在当天晚上19点左右 曾有六七名男子从林场下山 其中一名男子 正是榆林乡村民熊某鹿 因为这种树 草花下来之后 一般都是单天运走 看水域它年轻多 它可以水域给它 最近给它付了款的付了钱的 并且不是三五七十都是比较大那道 很快 罢安民警就查到了相关信息 在2021年12月5日到2021年12月7日 曾有一个名叫沈某青的男子 给熊某鹿的账户陆续转账 多达近两万元 而在此期间 熊某鹿也有近一万元的资金转出 在群山之中的榆林乡 如此密集的资金流动 是比较罕见的现象 而这个多次给熊某鹿转钱的沈某青 又会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很早以前就认识 一般这种第一次找的都是找熟人 你愿意干他才找你 你不愿意干他都不会找你 民警推断 如果两人真的是报数的同伙 那么很有可能 沈某青也是乌西县当地人 顺着这条线索 民警继续追查 根据当地居民的一个反应 知道他是在做生意 民警调查确认 群众反映的沈某青 所谓的生意 就是盗挖黄阳树的事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沈某青是乌西县白鹿镇人 此人从事黄阳树盆井生意 经常上山 只要发现树形奇特的黄阳树 就会将图片和自己拍摄的小视频 发布到他的社交网络平台上 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网名 珍珠黄阳庄专营 他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很多设计黄阳墓的照片 珍珠黄阳是一种长绿灌木 这种黄阳树往往长在地势更为险峻的地方 植树虽然更矮 树形却苍净优美 是制作盆井 点缀山石 建造园林的上好树种 因此也更为珍贵 沈某青的网名 既然叫珍珠黄阳庄专营 看来群众反馈的信息非常可信 然后我们推断他估计就是在 销售黄阳墓的这个行为肯定是有的 沈某青的住处与熊某陆家仅有20多公里 并且两人长期以来都联系频繁 调查发现 此前熊某陆长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2021年12月初与沈某青接触之后 经济条件却突然好转了 就是沈某找到熊某 熊某找到四五个人去采往 采往这个就交给沈某 沈某又销售出去 与此同时 民警还发现近一个多月以来 沈某青除了跟熊某陆 有资金上的往来之外 与另外几人之间 也发生了大量的资金流转 调查确认 在案发前的2021年11月4日 至2021年12月7日 一个名叫张某海的人 先获六次转账给沈某青 共计六万余元 还有另一个名叫石某云的人 也给沈某青一次性转账两万元 然而这两人的转账地址 却均在四川省 因为我们通过走管了解 确定本地的犯罪行李之后 对他最新的经常联系的人 进行一个疏离 就发现 石某和四川的张某 与沈某联系比较平凡 资金的来玩也比较多 这个突然出现的张某海和石某云 又是谁 他们和沈某青 究竟又是什么关系 民警在对沈某青的调查中发现 他经常通过朋友圈 发布彩蛙黄羊墓的相关视频照片 以招揽相关的爱好者 而张某海石某云 就是在看到他发出的视频和图片后 主动联系的沈某青 他们在里面会有一个交流 他们会把那个照片 或者视频拍到发到里面 有购买印象的人 就会私下联系他们 基本上就是通过那个微信 分析线索 沈某青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大使推断他就是 那个处于到一个紫外嫌疑人 或者是一个组织者 民警发现 沈某青在发布黄羊树照片时 还会标注树的直径高度等 以方便买家通过这些视频和照片 确定交易的黄羊树 这个案件具有它的那种典型性 就是它是通过运用了 现在的所谓的朋友圈 它作为了一个传播的途径 那么需求量高了 它对于这个到华的力度 肯定就大了 即使是经过加工处理过的黄羊树 仍然有着庞大的体积 既然有一定的需求量 那么一笔笔交易 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查到在乌七级 有一个重大的嫌疑人 在晚上和凌晨 有多次的通话记录 民警在摸牌中发现 在案发前的2021年11月12日 到11月14日凌晨三点左右 有一名乌西本地人 曾经多次与多名远在四川省的人 发生联系 并且非常密切 什么事会让双方在深更半夜 频繁联系呢 你说我们这个小地方 谁会在凌晨两三点 又在那几天 给很多人打电话吗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寻线追踪 然而双方却突然静默了 停止了一切联络 虽然双方的联系停止了 但运送黄羊树的物流 却悄悄启动了 就发现那个号码 是一个物流司机所使用的 原来沈某青曾在2021年11月12日 通过网络平台 租用了一辆车牌号为 穿S的乡式货车 民警确认 在深夜里与人频繁联系的人 正是这位物流司机 显然选择在深夜联系送货 双方也是有意在逃避打击 民警摸清了当天物流车的行踪 车辆是在2021年11月13日的晚上 经过那个云阳线从乌西下的高速 进入到乌西境内的242国道 然后在2021年11月14日的凌晨 经过242国道从乌西上的高速 经过云阳然后到达四川境内 这辆货车在乌西下高速时 称重为6.1吨 然而随后再次驶上高速时 称重却变成了7.6吨 民警由此确认 车辆在乌西境内 装载了1.5吨的货物 货物会是警方追查的黄阳数码 为了弄清真相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位物流司机 司机反映他拉的货 就是从乌西运出来的黄阳墓 墓地地是四川 司机是不认识的 只是一个物流APP上面找的 原来沈某青是在物流软件上下的单 接单的物流车司机 与沈某青并不相识 据此民警拿到了沈某青 向四川发送黄阳树的第一手证据 在此前的调查中 民警始终没有查到 四川张某海和石某云的身份 他们两人又是否与黄阳树 盗挖案件有关呢 石某和四川的张某 与沈某联系比较平凡 资金来玩也比较多 通过苏尼就发现 张某海和石某云人在四川 通过物流软件订的货 却发送到了贵州省 这多少出乎了民警的预判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它会出车到外地去 此前张某海和石某云 均给沈某青转过大量资金 与此同时 民警还发现他们两人的账户 也都有来自不同省市的大量进账 据此推断 两人很有可能是中间商 张某和石某 也就把沈某华海的图片 在微信之上进行推荐 有更需要的买主来买的话 他们就高价又销售 签订之后用微信转款转款的方式 将货款转到卖家的微信上面 通过前期的一个侦查 关于沈某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质的 经过前期调查 民警判定 以沈某青为核心 通过熊某鹿等人倒采倒挖 再通过张某海石某云等人销售转手 被盗黄阳树已经销售多地 就发现那个无期级人员 那个沈某欣 在微信上与张某海石某云 他们的微信 能务之急是果断出手 斩断交易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黄阳树 在不停的导手中被损毁 造成不可挽回的二次伤害 专案组决定紧急收网 2022年1月18日 兵分十七组 分别赶往贵州六盘水 四川成都 西昌等地 同一时间 对十七名涉案嫌疑人 集中收网 但是张某没在家 也是躲在自家的一个角落里 后面做工作之后 但他的亲叔才把他劝出来 大概就是五六点钟 清晨到五六点钟 敲开他的家门 当时他还在睡觉 当时没有经过激烈的反抗 抓捕还是很顺 与此同时 沈某欣 熊某禄等其他嫌疑人 也相继落网 在大量证据面前 盗案的嫌疑人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由于沈某欣是乌西当地人 对乌西当地资源和植被分布情况十分熟悉 当得知林场内有珍贵植物时 便打起了歪主意 警方查明 自2021年11月以来 石某欣曾多次秘密潜入林场 寻找珍贵树源 由于沈某欣等人分工明确 很快就形成了全链条式的销售网 所出售的黄阳树价格 一般在5000元至2万元之间 有的甚至会高达数万元 比如同一棵 你可能给5万块钱 但另外一个他特别喜欢这个 他可能会给7万8万 或者甚至是10万 都愿意去买这一棵 为了更好地找到买家 心中满意的树木 几位主要嫌疑人 还经常通过视频沟通 有时还会有买家 视频远程指挥 倒采倒挖 通过审讯深挖 民警又掌握了 发生在四川沿源县 和湖北剑矢县的相关案件 把民警火速行动 赶往两地 同步实施地抓捕 其中就有湖北剑矢县的 一个人员 他有自己的描迫 花高价钱去买这些 造型比较奇特的 树林比较久的 那种古树级别的 至此73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警方成功追回黄阳墓等 珍贵树木的野生植物 700多株 共冻结涉案资金 100余万元 黄阳树属数万生树种 一般直径为17公分以上 就达到了100年树林 根据法律规定 对100年以上树林的黄阳树 认定为古树 对他的树林进行鉴定 鉴定以后 我们这次这个案件里面 就有14棵 14棵有那个鉴定成人士 珍稀古树 100年以上的 根据国家珍贵树种名录 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 国家保护的珍贵树种 受国家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采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沈默清等人 严重危害了当地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 是针对这种危害病危 国家保护植物 这个罪名的法律解释 一般情况的话 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话 就是3年以上 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了 如今这批珍贵树木 已由当地警方 和当地的林业部门 分批进行了生态保护性移植 警方所追回的黄阳树 大部分得以存活 现在从华阳看上比较可以 整个它是存活小谷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地处重庆 陕西 湖北交界的乌西县 森林覆盖率高达70.2%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国家珍惜名牧古树 三百余株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三十多种 重点野生保护动物 二十七种 森林资源得天独厚 关案的破获 使当地生态环境 得到了有力维护 群山相拥 山林漫漫 自然物貌 更为生机盎然 死亡 到此之后 红尾 待会 到此之后 明天上有空的機械 不如我撥出了 我以为他冲满的火候 不如你冲满 不如你冲满 有空的火候 你冲满的封面 不如我冲满 不如你冲满 不如你冲满